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如果说一张照片经过鉴定后卖到530万美金,你会相信吗? 美国的一位小伙,2010年在一间杂货店花2美元选中一张照片, 在回家后,用放大镜发现里面的人物特别。 经过专家等人的鉴别,这张照片的价值竟然翻倍,以530万美金的高价转手。 原来,导致这张照片翻架的原因是,照片里有个人物叫比利小子,他的真名叫威廉邦尼, 他在美国时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,有人说他是除暴安良的神枪手, 也有人说他是美国的杀人罪犯,据传说,从他拔枪到开枪仅需0.3秒。 他在新墨西哥州是通缉要犯,但是因为其枪法太好,没有人能捉住他。 州长在与其协调后,比利小子这才主动投降,但是后来州长实意,比利小子被警察击毙。 小伙买回的照片是在130年前拍照的,在比利小子去世后,庄园里的有个乡村格调的房屋, 里面都是关于比利小子的纪念品,都是些皮靴,马鞭,腰带等物件。 除了这些能让人记起当年这位神枪手,其他的地方应地理位置偏远,小镇格外安静。 小伙儿在发现照片有个人物特向比利小子,为了确定照片的真假, 他找到了美国西部的文物专家,最后鉴定那个人真的是比利小子。 因为在19世纪,比利小子的照片很少,而小伙儿的这张照片成了绝版。 专家给他的建议是230万,但是在后来的拍卖会上,小伙儿的这张照片估价530万。